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那今天這個大盤 就跟昨天我有再預告一下 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會把這個大盤 把它給稍微拖下來一下 那是誰呢? 沒關係待會就跟你講了 我相信你應該心裡有數了 那這個大盤我在這個昨天的時候 我就已經講了 我說已經跳空回補了空方的缺口 那就代表這個碟式已經結束了 它還會再向上挑戰 但是它不會一路一直往上漲 它會怎麼樣做一個震盪 那昨天我也提醒你 我說這個地方 這個量增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 會有一個什麼 老鼠屎 會把它給拖下去 稍微震盪一下 那這個老鼠屎 我們等一下再講對不對? 好 那結果呢 今天的這個大盤 果然就震盪了 可是這個拉回來 它是量縮 而且也沒有回補這個多方的缺口 所以這個多方的缺口還沒有回補之前 基本上漲勢的動能都算是非常的強勁 並不是說今天下跌了168點 就代表這個盤又要掛掉了 沒有那麼簡單的技術分析 不是那麼簡單 只要看漲跌就代表是這個盤的多方跟空方的強弱 我們是以什麼? K線 並不是以漲跌為主 這個就是我在節目當中一直在跟投資朋友講的 不管是大盤也好 個股也好 不是以價格來判斷它的強跟弱 那尤其這個兩天反彈的714點 其實今天回跌了168點 真的只是一個小case而已 而且這個數字 168 是不是我們下個禮拜的行情就開始會一路發呢? 我不知道啦 因為這怎麼那麼臭巧 大家就說168 168就是一路發 所以下個禮拜 是不是我們的這個台股的行情就開始一路發了 就可以拭目以待了 但是呢 在這個地方還是要去觀察一個老鼠屎 這個老鼠屎是誰? 投資朋友你應該知道了 就是台積電 因為我昨天我講過了 我說台積電跟大盤 跟昨天的大盤 就是昨天的台積電跟昨天的大盤 不一樣的地方是在什麼地方呢? 因為我們昨天的大盤是量增往上漲 對不對? 跳空大漲 而且呢 K線也比較大 是屬於比較中紅K 但是台積電 他是量縮 跳空往上漲 但是呢 他是收了一個將近十字線 所以這個代表他的上漲的動能 就受到一個質疑 就是說他今天就算再往上漲 一定也會被壓回來 這是我在昨天就跟你講的 所以我說這個地方 我們只能說是以主底看待 雖然有止疊的契機 但是他是個主底的看待 並不是說這個台積電 從此就開始怎麼樣? 一直往上衝 我覺得那個目前還沒有到那個時機點 但是我相信有非常多的一些投資朋友 你看新聞就知道了 很多人喜歡去買台積電的零股 來存股 我是覺得說這個台積電目前為止 還不是真的讓你存股的時候 我個人的想法 但是給你做個參考 因為我覺得台積電在這個地方 你要讓他馬上再往上走 我覺得那個時間會拖蠻長的 投資朋友 因為從這個量價結構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是我今天不是要來跟你講 技術分析的教學 所以我們就不多談了 我只能跟你講說 目前為止 他要再不斷的往上漲的 那個機會並不大 我就說 只是一個區間的一個整理 那今天的話 你就可以看得 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今天的台積電就直接又再往下走 對不對? 那還好 沒有回補那個多方的缺口 但是也差不了多少 因為今天台積電是收多少 575塊 他只要是跌到573 就代表那個多方的缺口被回補掉 那被回補掉就代表什麼呢? 就代表台積電在短線之內 又陷入到一個比較弱勢的狀態 所以投資朋友 你這一點 你可能就要稍微去留意 不是只有留意台積電 而是留意誰 我說他會拖累電子股 整個反彈的行情 所以這個電子股的反彈行情 實際上就是跟什麼 台積電會息息相關 為什麼這個台積電會那麼重要? 因為畢竟台積電 實際上的持股最多的就是在外資的手上 所以說如果是說外資對台積電 這樣的一個未來的這個股價 並不是非常看好的時候 那相對的其他電子股 外資也會去做調節 所以說很多時候 投資朋友我們在超盤手 在看的一些關鍵 可能跟投資朋友不太一樣 那投資朋友你去看 我說他是什麼? 區間整理看待 暫時與區間整理看待 但是他在區間整理看待的時候 就代表他不是很強 相對的就會去影響到其他的電子股 你看這個昨天 這檔股票是最明顯 昨天的加金 昨天是漲停版 有很多人開始介紹 哇這個他有買加金 然後分析人員 一些分析人員 甚至於財經媒體 又是給你推薦這個加金 因為昨天漲停嘛 就一定每個人就說他有 甚至於說他很棒 對不對? 然後就拿出來推薦 可是今天你看 馬上 一開盤 連漲都沒漲 就直接往下打 平盤就直接往下灌 為什麼? 因為電子股的解套賣壓 真的是很沉重 這就是我在之前跟投資朋友講的 我說電子股 真的幾乎 我看到我們的新會員的持股裡面 八成到九成幾乎都是電子股 就是你要持股診斷的 我一看 真的 你手上那些持股 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電子股 只有少部分的人手上還有一些什麼 像航運股還是鋼鐵股 這個部分真的是非常的少 幾乎大家手上都是套住電子股 所以這個電子股 你說每次的反彈為什麼會那麼弱 真的就是因為這個電子股解套賣壓 非常的沉重 尤其電子股也是之前外資琢磨比較多的地方 那包不是只有外資啦 包含像這個投信啊 自營商都是一樣 所以現在就變成說什麼 散戶在等電子股的解套 法人在等電子股的一個賣點 因為他們成本比較低嘛 他們賣幾乎都是賺錢的 變成兩股賣壓在那邊 所以你看那個電子股要漲 是不是比較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你就要看什麼 盯著台積電來看 我說台積電如果他沒有辦法 出現個比較強勢的表態的話 真的很多電子股 他可能就會被台積電這個老鼠子 給拖住 所以那股價的表現就不是那麼亮眼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跟投資朋友講說 你不要把整個目光 還是又放在電子股身上 而是要放在誰的身上 投資朋友對不對 我說這鋼鐵股 鋼鐵股在3月8號 那個時候因為發生了什麼事情 市場已經講說 很多鋼鐵不鏽鋼的公司 因為這個孽價突然急漲 就是國際期貨的孽價急漲暴漲 造成他們避險 用期貨去避險的部位造成損失 所以那一天3月8號那天 開高走低收長黑 中長黑 我之前也跟投資朋友講過說 這個鋼鐵指數 它的這個當天的長黑 要馬上出現一個所謂的逆勢大漲 不容易 那它會陷入到整理 但是不會大跌 那這個這個事件 經過了這幾天之後 從3月8號3月9號到3月4號 到今天3月11號 經過了三四天之後 該出來澄清的都出來澄清了 就是說到底誰才是真的有虧損的 就只有兩家 一家就是叫做大成鋼 它有用這個期貨捏 國際的期貨捏去避險 結果被尬什麼 虧損 這期貨往上尬 因為它是放空 所以呢 當這個捏價 期貨捏價往上漲的時候 變成虧損 那另外一家就叫做華星 真正有虧損 因為避險虧損的只有這兩家 到目前為止 我就看到這兩家 其他就應該沒有 因為有它就早就已經被 這個證交所要求 它要趕快來公佈 目前為止就是大成鋼跟華星 那換句話說 其他的鋼鐵股就怎麼樣 白跌的那一招 3月8號被白跌的那一招 那相對的 其實這個在股票市場就是如此 有一些這個 我說過 不確定的利空出現的時候 是最傷股價的時候 可是當這個利空已經出進了 或是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就是那麼一回事的時候 反而就會又回到 正常的軌道 那尤其像這個 等於是有點像烏龍一場 對不對 每個人都說 哇 只要是鋼鐵股豆這個問題 結果沒有 就是兩家 一個叫大成鋼 一個叫做華星 那你看啊 當事者今天 像大成鋼今天不是還是繼續長 又長了 跟他又沒什麼關係 因為畢竟那個是他們避險的動作 因為他們有現貨啊 他們有實際上的這個不鏽鋼 這個捏的這個原料 可以來去 cover掉他的一些損失 所以我相信在這個部分 這個風暴過了之後 鋼鐵股又會恢復到之前 當然經過那一段時間之後 也就是這三四天下來 很多人也會在短套鋼鐵 所以說這個短線的解套賣壓會存在 可是我覺得這個經過幾天 應該這個解套賣壓就會消化掉了 可是這些鋼鐵股不是 每次都是起漲 投資朋友已經講過了 他就是怎麼樣 兩三檔股票會往上走 兩三檔股票往上走 休息之後 又換別的兩三檔股票 再又往上走 所以說你下一波會有誰去帶動 投資朋友 其實我們今天一樣 又買回了鋼鐵股 那到底是誰呢? 沒關係 等他衝上去之後 我會公開告知 我們都是這樣子 那我相信在目前為止 整個鋼鐵股 他的整個運作的模式 其實有點快跟這個 航運股快一樣了 就是他是用輪漲的模式去動 所以說你要去抓住那個賣動 你就能夠去賺到這個 所謂的一個輪動輪漲的紅包錢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只是隨便抓隨便買 那就不一定會賺到錢 投資朋友 而且不是說 你要買你想要買的鋼鐵股 你在操作上絕對不可以如此 因為我發現很多投資朋友就是 你只想買你想要的鋼鐵股 那真不好意思 在這一波可能你賺不到錢 就跟航運股一樣 因為什麼股票會漲 不是我們來決定 而是有誰? 有那個大咖 大咖就是什麼? 就是誰? 主流資金 就是那個主力 由他去決定 不是由我們決定 所以我在操作這些 不管鋼鐵 航運也好 都是看那個主流資金 在什麼地方 我們就跟著他跑 你才有辦法真正的賺到錢 而不是在堅持說 我一定要買哪一檔鋼鐵股 不是這樣子 好 那再來呢 就是什麼? 航運股 我在盤中來提醒你什麼? 要記得上船 但是你不要上錯船 對不對? 好 那這個航運股 到底又該怎麼去看? 其實航運股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跟鋼鐵股一樣 他是用什麼? 輪流帶動唱 今天這一次換誰? 下一次又換誰? 一批一批來 你看 我在昨天是不是就提醒你了 我說那個中貴 自信 還有榮運 他要休息了 對不對? 我昨天先提醒你了 今天就真的休息了 對不對? 這三檔股票都翻黑 可是有沒有其他的航運股上來? 有啊 還是紅通通的 對不對? 還是有航運股上來 這就是他們的一個操作的模式 那為什麼 最近不管是鋼鐵跟海運股 會出現這樣的模式呢? 因為我跟投資朋友講過了 這就是這個主力 主力群 要修理那些 喜歡玩當沖的也好 喜歡玩隔日沖的也好 他就是不讓你 得那個趁心如意 讓你那邊沖來沖去 每次他們拉 都拉不動 因為就被這個當沖賣壓 被隔日沖賣壓給賣下來 所以說 他就用這樣子 所謂的輪動輪漲的模式 讓你永遠抓不清楚 我到底該買什麼股票 對不對? 可是啊 我們用這個所謂的籌碼拆解 曾鴻用自己獨創的籌碼拆解 以及啊 技術分析實際上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所以說啊 目前為止 我們在航運股的佈局也是一樣 不斷的跟著主流資金在輪動 他在輪動 曾鴻也帶著會員 一起在輪動佈局 那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貨櫃三雄是比較強的 對不對? 但扣掉萬海 萬海不強 長榮跟陽明是比較強的 但是我也跟投資朋友提醒過了 我說那個貨櫃三雄 他不會一直漲 他就漲漲漲 跌下又跌跌跌 漲漲漲又跌跌跌 慢慢的往上推 但是你可以去做價差了 可是你說你要慢慢的讓他等 那他有個波段大漲 我覺得也並不容易 所以你還是要跟隨什麼 主流資金 就是我講的主力群 跟著他們一起跑 那個一漲可能就是 兩根漲停 三根漲停 四根漲停 你要的是這個 不是嗎? 而不是每天在那邊 一下漲上去 一下又跌下來 那邊左搖右擺 你在操作起來 也會很煩 對不對? 另外一個 抱也抱的不安心 只要看到大盤一跌 你嚇都嚇呆了 或者說看到股價翻黑 你也怎麼樣 趕快落跑 原本可以賺 結果你跑了 他又漲了 最近的航運股不都是這樣子嗎? 投資朋友你去回想看看 所以你該怎麼去買到 他真的會再 就是說這一波 他要來帶頭唱的 就是領頭羊 是誰呢? 投資朋友 我相信很多人就有很多的問號 不是只有在航運股 剛才講過了 鋼鐵股也是一樣 所以你在操作鋼鐵 在操作航運 當然我們看到他 他就是盤面上的雙主流 這個無庸置疑 對不對? 可是你要怎麼去操作? 很多投資朋友就是問我說 什麼某某某鋼鐵會不會漲? 某某航運股會不會漲? 可是他問的都不是我們要佈局的這個 航運或鋼鐵股 因為他不是這個大咖要去 近期要去發動的股票 所以說你就會發現到說 你在買航運股 或是你在買鋼鐵股 奇怪了 你看鎮鋼好像很輕鬆的在這邊賺錢 為什麼你就賺不到錢? 沒錯吧 你應該有這樣的感受對不對? 好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其實我說過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去操作 航運跟鋼鐵 你用我們這個最簡單的 我說這個真的很便宜 便宜到真的是 隨便賺一下就超過了好幾倍 好幾倍這個所謂的長鮮體驗活動的費用 對不對?兩萬塊不到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真的 你隨便用一張股票 同版股的股票 20塊以下的 你就可以賣一張就好 你就可以成為我們的家族成員 而且我說過 你看我們這樣子操作下來 這是從3月2號獲利的對不對? 得多少錢? 12000買一張 一次買一張就好 不是叫你買10張 一張就夠了 你就有12000的價差可以賺 因為我們這兩層的持股 對不對? 好,那再來呢 我們講的這個中櫃 百發百中也是兩個漲停之後 我們把它賣了 這個10張價差多少? 6萬塊 這10張很便宜 不會讓你花太多錢 如果你用融資才花多少錢 對不對? 你才花你四分之一的錢 而且這個股價那麼便宜 所以我相信投資朋友 這10張不是叫誇張 這個很簡單 搞不好還有人買到100張的 對不對? 好,那再來呢 就新鋼呢 我也是從2月25號 26塊 我們去佈局 到35塊賣出 我說獲利多少? 34% 對不對? 這多少? 10張就9萬塊 這更便宜 20幾塊而已 我不用去像很多 很多老師跟你講什麼 他買100張算多少錢 我們不要去算那100張 對不對? 我們用最簡單的 大家都可以支付得出來的 叫做10張 應該可以吧 9萬塊 你如果用融資去買 你只花多少錢 不用很多錢啊 投資朋友 所以你用10張去計算 應該都是最低最低的要求 對不對? 因為股價低嘛 所以我們用10張 那你去看這加起來多少錢 投資朋友 對不對? 9萬加6萬 這樣就15萬了 再加這1萬2 就多少? 16萬2 欸 投資朋友 16萬2 你已經啊 我們那個 常鮮體驗的費用 已經超出了將近快10倍了 非常非常你花的來 你越少參加 你就越有這個機會 對不對? 而且呢 我們你看 昨天的VIP 不是又漲停嗎? 就那麼簡單 那麼輕鬆啊 投資朋友 這個行情 只要你能夠抓到 大咖股 航運 鋼鐵 你能夠掌握到這個賣動 我相信喔 你要賺這個錢 並不會那麼的困難 而是你不知道該怎麼去動作 沒錯吧 我說過 這個不是 一般投資人啊 甚至於是很多的分析人員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去操作 對不對? 那你看這航運鋼鐵 我一直跟你講 投資朋友 我們就這麼輕輕鬆鬆嘛 一個漲停 兩個漲停 三個漲停 四個漲停 五個漲停 已經有七個漲停了 而我們的紅包進來 已經有多少? 十六萬二了 投資朋友 已經是這個長鮮體驗活動的費用 將近快超過 快到十倍了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趕快啦 趁現在 還來得及的時候 我說過 你只要趁我的會員 該調整的持股 我告訴你 該怎麼去調整 該趕快佈局的股票 你就趕快來佈局 我相信下個漲停板 下個大紅包 就是屬於你的囉 好那我們今天呢 就跟各位投資朋友 以及同學 分享到這邊 也預祝各位投資朋友 及同學 假期愉快 那我們下個禮拜一 再見囉 - 請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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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